穿高跟鞋的腳位水腫 還有肌肉沉疾的肩頸痠痛 我就在找方法可以解決 結果有人跟我說 拔罐可以好很多 但是 我跟妳說我整輩子從來沒有拔過管 於是抱著一試試看看的心情 決定要來開開看這台 Smile C 與紅外線 溫感拔罐儀 嗯 罐儀是那個開車車的女生 現在拔罐都可以居駕了嘛 我知道在疫情之後 大家都很在意自己的身體健康 但是變成很多事情能在家裡做就在家裡做 於是乎就有了這一台 你看它大小很可愛 就這樣白白一個圓形 然後對我來說 就很像是比氣墊粉餅再厚一點點 那這邊有一顆唯一的按鍵 可以控制它的段數 段數就會顯示在上面這一個燈上 會有不同的顏色 然後再來下面它有一個Type-C的充電孔 所以充電就可以無線使用 那它整台都是台灣製造的 相對可以放心一些些 翻過來這邊底下有一圈金屬 這個金屬呢 材質是鑫合金的材質 然後中間這一塊就是可以真空稀稀的地方 再加上這個小掛繩 你用的時候呢 你可能手指就可以穿進去這樣子 更加的穩定 那它拿起來真的是非常的輕巧 而且長的外型也算可愛 我們先來測測看它多重好了 195克 這個呢翻下來的金屬它就會發熱 因為材質的關係 所以它的瘦熱就會很均勻 一整圈呢都會是同一個溫度 這點很重要 然後大概是42度溫天熱的感覺 同時它會發出遠紅外線 這個對大家身體健康就是有幫助的 可以減換你的疲勞啊 放鬆你的肌肉 那現在呢開來是一段數 我就先來試試看它的吸力 我吸在手塞上 這吸的感覺好奇妙喔 它吸力其實蠻強的 所以你看我倒過來它也不太會掉 但是我以為它吸的時候 因為我沒拔過管嘛 所以我以為它吸的時候 這一圈會有那種皮膚拉扯的痛感 但剛好它這邊做的是比較圓弧的設計 所以完全不太會痛耶 邊邊不會有一個明顯的邊界感 反而是覺得熱熱的 然後中間有一個地方被吸起來 這個溫度我覺得挺喜歡 那主要也就是因為它整台機器很輕 所以我移動去哪裡都沒有問題 第二段呢它的吸力就會開始加強 像這樣 吸力加強之後呢 溫度其實也是一樣 就可以感覺到 比上一個應該還要再多個百分之三十幾 那在第三段的時候 來試試看它這個最紅的 聽機器就感覺變比較大聲 哇 好吸喔 我一碰下去它就 直接吸上去耶 好緊喔 這根本不可能直接拔起來的狀態 真的有一個血氣紅紅的圈圈 你看我手手都變紅了 哇 這麼吸我有點不敢試耶 沒關係我們現在大致上了解它的功能 我找一個很疲勞的同事來試試看它的身體 到底好不好 來歡迎光臨 哈囉 大家好 最近有肩頸痠痛嗎 非常的痠 有肌勞成績嗎 沒錯每天都在加班 太辛苦了吧 好 然後那等一下要幫你施做按摩的療程 是這樣我們今天要引進最新的技術 是這個Smile C 眼紅外線溫感加熱的拔罐儀 等一下要幫你拔罐 OK嗎 好沒有問題 好我幫你鋪一下床 那你頭這邊腳這邊 這樣是可以的嗎 這樣其實蠻好的 好那再麻煩你把上衣剁掉 哇 哇 這樣冷氣溫度可以嗎 可以 好我現在幫你塗一點油喔 好 有點冰 OK 這個力道還可以嗎 可以大力一點 OK大力一點 然後接下來我們就要用這個 溫感按摩 先開第一個段數 幫你做簡單的刮砂 它有一點點吸力 但你有感覺到它這個儀器的溫度嗎 有 哇你出砂出的蠻快的耶 看來最近壓力真的很大 這個東西叫滑罐 你之前有做過滑罐 沒有做過 有一點溫熱的感覺 是不是它越來越熱了 對 它會到42度 可以感覺到皮膚經過的時候 它是有一點點微微吸力的對不對 對好像就是有東西吸在你的身上 有沒有哪裡比較想要加強一下 腰可以嗎 喔可以啊 這邊可以嗎 嗯可以 那我腰部間再幫你 稍微再按一下 我現在幫你用最大的這個吸力程度 是紅色的 然後你會感受到它真的有 幫你吸起來還有一個溫熱的感覺 有嗎 有點燙 有點燙 好我幫你關掉 它真的會吸出一個罐耶 有一個熱熱的這個儀器上去喔 準備好了嗎 好 好這樣 我幫你調大力 好接著我們會調升這個吸的程度 幫你做拔罐 目前感覺怎麼樣 溫溫熱熱的 那真的有覺得肉被吸起來嗎 有 有真的有肉被吸起來 有被吸起來的感覺 是舒服的嗎 是舒服的 哇 好讚喔 好那我在這邊你下腰部比較帥 我再幫你補一顆 這邊 我稍微拉一下展示一下它的吸力 這邊酸酸嗎 有 那有一個溫度上來喔 這時候也適合放一點舒緩的水晶音樂 那目前測試下來呢 如果你希望它可以有比較深的管的話 應該可以吸比較久的時間 它就有像是中強度的吸力 然後你用時間來拉長這樣 請問現在幫你安排的水晶音樂還可以嗎 蠻舒緩的 好的 那我關掉囉 不好意思 我們因為版權的關係 希望您見諒 我剛剛幫您拔了四個 那我看到在不同位置的時候 可以顯示你的身體狀態 好的 那我再幫您繼續拔 對面一邊的罐 那這個熱度你覺得還OK嗎 我覺得可以接受 你有去外面拔罐過嗎 沒有 那這樣有對拔罐留下好的印象嗎 還不錯 蠻舒服的 拔完的時候身體感覺怎麼樣 身體熱熱的 因為本來下來的時候冷氣太很淡 但是拔完之後身體或是 我覺得氣血比較循環 對 當然因為單次是一顆嘛 然後一顆要吸成一個拔罐的時候 會花比較多的時間 可能大概三分五分 才會吸到這邊 那我現在看他身上吸的這些痕跡 像以這些來說 大概一顆也是要吸個兩三分鐘起跳 所以如果你單就只買一台的話 八萬一整個背 可能會花很多的時間 如果你真的對拔罐很有興趣的話 或許可以買個兩台 四台 六台 八台這樣子 可以同時吸在身上 好 我再幫您畫一個地方喔 請問今天的刮沙跟滑罐的服務還蠻舒服的嗎 是舒服的 因為它這邊都是有這個氣血淤積 然後尤其這邊整個顏色都是比較深 所以它的痠痛都是累積在肩頸這邊 那你覺得像是這樣 我用手按跟用那個溫感一按 哪一個比較會舒服一點 用那個溫感會比較舒服 那你看我今天要幫它吸了八顆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應該不是我打你吧 跟起來偶頭 好的 那我們使用完畢之後呢 測試一下它大概是三十到四十分鐘左右 用電位耗盡 那就看自己使用的吸力是哪一個大小啦 你覺得舒服嗎 舒服 推推 推推 好的 那今天的療程就先到這邊告一個段落 謝謝這位辛苦的同事 謝謝你為我們大家的奉獻 好的 剛剛施走完了這個按摩的療程 我的同仁也覺得很舒服 他的感受也是挺不錯的 不能明顯感受到 就是大家現在越來越在意自己的健康嘛 總是希望在家可以沖沖氣血 所以啊不論是你有這個肌勞成績 肩頸痠痛還是中暑藥刮 或者是這個肌肉比較緊繃啊 比如有在運動的好朋友 之前有一些受傷的話呢 都可以在家裡就可以施作這個拔灌 既然在家裡也可以拔灌 真的是有第一次玩這樣的商品 很好玩耶 那如果是過敏兒呢 就可以按這個雲門雪上頭的氣息 那如果是討厭的人呢 就可以按那個厚禮雪 總的 綜合剛剛這個同事的心得來說呢 如果你這個是工作壓力比較大 氣血不循環的話呢 的確是可以透過拔灌這件事情 讓你覺得比較紓壓一些 那我剛剛聽我的同事分享 他家裡是真的有那種點火的拔灌 那個不行 那個我不敢 我不敢在家裡自己弄那個 所以對我來說呢 像這樣子 SmileSea他們家的 遠紅外線溫感拔灌椅 就會是我的替代選項 也是相對安全的 我就不用在那邊控溫度啊 或者是擔心是不是會吸的太多 太激烈 覺得還不錯啦 如果家裡有長輩朋友的話呢 就會推薦給你這個 新的好玩具 以上就是今天的 玉子盒子喜歡影片的話 不要忘記 按讚這個影片 訂閱我們的頻道 Follow我們的Instagram 沒有任何問題 或是你想要報名按摩的話 在底下留言跟我說 下次見 拜拜 請按讚 可以有問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